嗨,我是飞鸟 今天我来介绍的人物是来自于拳皇中的飞贼林 林的身份是飞贼一族的四大天王之一吸毒门的新掌门 本人精通读术 尤其擅长飞贼一族长久流传的秘书独守公 飞贼一族是长期隐秘在黑暗中的恐怖暗杀集团 除了知道总部位于中国河北省苍州以外 其他消息都不为外界所知 所有知道飞贼组织内部消息的外人都会遭到这一族的暗杀 直到一个深夜 飞贼的首领龙不知为何突然开始屠杀所有流手的飞贼 在完成屠杀后 龙释放了一场大火将整个村庄焚烧殆尽 这次的事件也使得飞贼内部处于瓦解的边缘 龙的行踪也下落不明 残存的飞贼们重新集结起来 选拔出了新的四大天王 随后这些飞贼陆续离开飞贼村 四散到世界各地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 找到叛徒龙并将他处以急刑 拳虹两千的前夕 特工赛斯特意坐飞机到苍州寻找林 并已在拳虹中获胜 就能追查到龙的行踪作为交换条件 成功招揽到林 一同组队参加拳虹两千的大赛 接着 赛斯与林在废弃的棒球场 与队友红丸与真无碰面 选择废弃场地的原因 是因为林不喜欢有人的地方 期间 小天使真无特意跑过去问候林 还要用手摸林的绷带 结果林目露凶光 差点挥掌 直接把真无干掉 幸亏一旁的红丸 及时出手 才制止了林的攻势 红丸队的结局中 在与克隆灵一战后 众人因为受到灵士加盟炮的袭击 分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 林的身躯更是被压在崩塌的瓦力下 暂时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此时已经改变了样貌的龙 终于现身在林的面前 原来在脱离飞贼后 龙便投入了阴巢组织 期间 龙将飞贼的力量与阴巢的技术相结合 终于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强大力量 接着 龙威胁林 做出抉择 要不林顺从自己 要不就送林上西天 林不敢相信 曾经的王竟然因为力量堕落于此 作为高傲的飞贼 林自然是不可能屈服 他果断拒绝了龙 并且愤怒地质问龙 难道你已经忘记飞贼的荣耀了吗 然而龙却根本没有将林的话放在心上 准备动手干掉这碍事的林 此时 红丸童背后突袭 一把抓住龙 并用一招超必杀剂 大发电者给龙来立发电疗 不过 机敏的龙早就觉察到了异常 使用弃身术 逃离了红丸的攻击 在对林放下 下次再杀你的狠话后 龙便再次消失在众人的事件中 虽然红丸救了自己 但傲娇的林 却并不领情 反而嫌弃红丸多管闲事 不过我想 林的内心 还是对红丸心存感激的 全空2001的前夕 为了能探寻到龙的踪迹 林选择跟踪 与阴潮有关联的 K 马克西马 威普 尽管林的行动十分隐秘 但还是被马克西马的热探测仪发现 结果林被三人联手制服 绑在了椅子上 在确认林复仇的目的后 因为目标一致 同为阴潮 林最终接受了 威普的组队邀请 一同参加全黄2001的大赛 在01的尾声 当遭遇阴潮干部 中暴死真灵时 龙与鼓励查理度 会作为真灵的左膀右臂 在游戏中作为援护 协助真灵与玩家进行作战 此时 林会觉察到龙的邪气 逼迫龙显现出真身 在林战败后 龙还会特意现身 嘲讽林是一个可怜的弱者 在真灵引爆飞船后 龙则再一次消失在林的面前 不过林却不相信 龙会因此轻易死掉 为了追寻龙的下落 林再次踏上了 孤独的追凶之旅 也是从那一刻起 林便在全黄正传中 彻底失去了消息 只是在部分作品中 作为回跃气氛的背景彩蛋乱入 非雷片也由此成为了 全黄史上最大的坑 根基西野后来的回忆 当时在接受01的协力创作时 曾经接受过相当多的非雷情报 然而20年过去了 直到现在 关于非贼的信息 仍然是凤毛麟角 在全黄十一超能力战士队的结局中 在龙的左边 有一位看起来很像林的家伙 似乎林已经成为了龙的同伴 或者被龙控制了 也说不定 但至于他是不是林 具体是怎样的情况 仍不明了 以下是关于非贼的一些设定 一 造型与个性 林的造型是一个半裸 绑着绷带留着辫子的形象 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恐怖片中登场的角色 从林的眼睛中能看出 他是一位危险分子 甚至被人吐槽 就算出演真人快答 也没有丝毫的违和感 也许是出身非贼一族的缘故 林的性格相当多疑且十分残暴 在其个人资料中 林的兴趣以及喜好 讨厌的事物均被标注为无 林唯一在乎的事物只有非贼的铁规 凡是知道非贼一族的人 都会被林彻底跟除 二 追杀龙 东上林的目的就是要干掉叛徒龙 林的名字也与龙相对应 是指传说中的麒麟与龙 不过 林这个汉字其实是指雌性的麒麟 但拳荒中的林却是一个男人 值得一提的是 林与龙的声优 同为有点名气的黑田虫史 这也是黑田首次为游戏角色献身 三 非贼奥义 林的身份是非贼吸毒门的掌门 一位用毒的顶级高手 在其个人资料中 林与龙的血型都被标注为毒 标记为毒的原因 是因为林进行了非贼秘传的修行 具体的步骤是将毒渗入到伤口中 然后浸泡在药域中 如此反复最终让身体机能逐渐适应毒素 运功将毒吸收 这个毒素的效果 在背景故事以及游戏的胜利对白中也有明示 是任何药物都没有用的超强剧毒 在全药两天的背景故事中 林曾经用手刀擦伤过一名忍者的胸部 结果对手在逃走后 很快便胸部大量喷血 直接毒发身亡 超臂杀技 非贼奥义 乱武毒鹅 在发动后 林会接近对手 发动连续的乱武技 在MAX版本中 更是以连续的毒炮作为收尾 超臂杀技 非贼奥义 毒手攻 在发动后 林会抓住对手的脖子 用毒手刺向对方 虽然威力较低 但命中后 对手会处于中毒的状态 血管也变为暗紫色 并且会随着时间逐渐减少 如果时间足够 甚至能达到9.5哥的恐怖效果 但是这招并不能直接毒死对方 血管剩下一丝血后 就不会再减少了 这点倒是和背景故事中 毒性的设定并不一致 超臂杀技 非贼奥义 牵手罗汉杀 在发动后 林会以无数的手刀 向对方展开猛烈的攻势 这招与毒手攻的操作指令 同样是下下AC 十分的亲民 其牵手罗汉杀的招式名称 则是来源自 北斗神拳中 甲机的 北斗牵手杀 与北斗罗汉机的结合 此外 林的部分招式 与龙虎之拳的角色招式 在动作上极其的相似 其必杀技 无影红杀手 对应的招式是 板棋琢磨的斩猎拳 必杀技 飞天角所对应的 则是如月影二的天马角 在日版的拳皇两天中 当林战胜八真安时 其胜利台词 也会特别提到如月影二 林与影二似乎有所交集 但具体是怎样的关系 仍然是个谜 不知道中国飞贼 与日本忍者之间 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四 飞贼四大天王 在飞贼一族的内部 分为四个门派 分别是东邪门 西都门 南地门 北盖门 而分别统帅这四个门派的掌门人 便是飞贼一族的四大天王 在四大天王中 还有着统帅一族的王 前代的王 正是西都门的掌门 龙 飞贼四门的来源 显然是来自 金庸社雕英雄传中 天下武爵的称号 在遭受灭顶之灾后 整个飞贼一族 都处于极其脆弱的状态 原来的东邪 南地 北盖 这三大天王 全部被龙屠杀殆尽 残存的飞贼 为了维持秩序 首刃叛徒龙 选拔出了新的四大天王 首先是西都门 西都门 以擅长使用毒药著称 原本掌门的位置 应该由实力更强的 堕龙来继承 但是由于堕龙是 叛徒龙的儿子 身份较为敏感 因此在经过讨论后 由经验老道的林 来继承西都门掌门的位置 南地门掌门 由乱来继承 乱是堕龙的青雷竹马 四天王中唯一的女性 脾气火爆 本身擅长使用火焰的足迹 且拥有易容的能力 同时乱也是目前 飞贼中最强的存在 被称为最强的四天王之首 北盖门的掌门 由赛来继承 赛的块头很大 是属于力量型的角色 擅长头部撞击 其喜好为赌博 身上还穿了一套 骰子样式的衣服 东邪门的掌门 由七来继承 七的身材 如同孩童般 十分矮小 但他却拥有 与外表截然相反的 惊人握力 其爱好为收集玩具 在《拳皇十二》 《堕龙的个人故事》中 从堕龙与乱的交谈中得知 乱目前无法与林 赛 七等人联络 也就是说 除了乱以外 其他的三大仙王目前均下作不明 五 笑龙 笑龙登场仪 拳皇外传 极限冲击 MIA 身份是林的徒弟 同时也是龙侧氏所生的女儿 由于本篇并非是笑龙的篇章 所以在这里 我只谈他与林有关的故事 为了能够成为像父亲那样优秀的飞贼 在不满十岁的时候 笑龙就拜师在林的门下修行 作为老师 林将非得一族的暗杀术 以吸毒门的毒术 都传授给了笑龙 不同于林的毒手 笑龙的全身都充满了剧毒 且毒性要远远超过林和龙 对于普通人来说 笑龙的呼吸 泪水都是极其致命的毒药 只要被笑龙拥抱 他身体的毒素 就会通过接触的皮肤 渗入到对方体内 无药可救 在非得村 发生惨剧后 与林离别的时候 林曾对笑龙说道 再见了笑龙 一度平安 语气中还夹杂着 一丝微弱的怜悯 简然 即便是生性冷酷的林 在面对爱徒时 也难得表现出了 温存的一面 以上就是本期 关于林的故事了 那么我们有缘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